她有她們的生活 我們就去探望她就可以了 總之我自己的宗旨就是 作為老人來說 我們不要拖累子女 這次這個角色 正格來說 是我演藝生涯有一個新的突破 演一個M婆婆 一個真是很討厭的 專門在投訴人 聊事鬥妃 看不過眼 我初拍的時候已經想 死了 明雨一朝喪 人家以為我很好 怎知原來我這麼壞 現在的反應都不錯 未合作過 我記得曾經在一次 阿氏做甚麼節目時見過她 跟美兒倆找她的東西出來看 嘩 撞鬼了 原來她是一千首情歌的作詞 哇 寫得這麼美麗的詞奏 真是 然後帶了幾多人 咦 她不是談情的人 很有趣的感覺 她覺得真的很搞笑 真的很搞笑 我們發現她既然寫得這麼美麗的詞 她就是很有感情的人 所以她做起一定好 只會不捨得 但我不會反對 她們這麼早 我女兒這麼早去了 十四十六歲在那裏 一直在那裏生活 結婚 我們就去探望她就行了 總之我自己的宗旨 作為老人來說 我們不要拖累子女 盡量能夠照顧自己 我們兩個老人現在還能夠照顧自己 不過我女兒也會很好 媽媽總有一天照顧不到自己 那時她說我便會回來 她會這樣跟我說 但當然我說不需要 不用 但我女兒是有這樣的心 她會想來照顧我們 我們不會移民 我們這些在香港生活習慣到的人 年輕的朋友 如果她們想要移 或者她們想嘗試一些新的生活 我們不反對 我跟女兒都有 我一直都有這樣說 如果我先走 我說你就要照顧爸爸 這是真的 如果等她老人員 我說我也不捨得 我說你要照顧她 或者請人照顧她 都不會太困難 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我說如果是爸爸先走 剩下我 你不用擔心我 媽媽我會自己想 搞定好 疫症期間三年沒有去過 12月我們去了 對